新一期的半熟恋人2出来了 说一下大家都非常在意的CP老鱼和老孙 看老吴一脸吃瓜群众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两个人一定是闹矛盾了 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等来老孙下班以后非常期待跟老鱼的相处 用他的话讲就是很珍惜跟老鱼在一起的时间 老鱼拿了一把游客里里给他弹 音乐轻轻流淌俊男美女画面十分和谐 老孙提出来让老鱼教他弹游客里里 接着他们就回来了小屋里面 大家也陆续地回到了小屋里 在这个时候有人张罗吃饭 袁儿提出要点个外卖 老鱼就一直在那里摆弄手机要点外卖 这个时候老孙有点儿不高兴了 但是老鱼一直都没有搭理老孙 一直都是在跟小屋里的其他人在讨论吃什么 老孙的心里此刻已经非常非常的气愤 因为点外卖这个主意是袁儿提出来的袁儿是谁 袁儿是老孙的情敌呀 之前好几次原来试图插入他跟老孙的约会当中 有一些非常绿茶的行为 那么在他看来 老鱼的点外卖行为其实是专门回应袁儿的 所以他心里的不安全感极度上升 老鱼就错在了当时当下在小屋其他人面前没有 表现得对老孙十分的特别在意和照顾 而是抛弃了与老孙的约定 去迎合小屋他人点外卖的需求 大家注意老鱼已经好几次在公众 场合没有表达对老孙的专属喜爱 爱一个人一定要公之于众大大方方 然后老鱼去找老孙道歉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只是简单的一个口头约定 没有教他学游客里里就能让他如此生气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老孙上头的太早了 太在意一个人的时候就容易情绪起伏过大 女生是一个情绪的动物 所以谈恋爱就要找一个对自己上头的人 而不是自己先上头 比如宝先上头了 做天做的像不像缺少安全感的女生们 比如老孙先上头了 屡屡生气再也不是那个大度的老孙了 但是恋爱的魅力不就在一次吗 你专属于我我专属于你 吃醋才证明在乎偶尔的小脾气才证明在乎 所以我认为老孙黑脸的20分钟里 他一直在等待老鱼转过头来跟他说话 教他游客里里 但是老鱼却回应了圆儿的需求 虽然也是大家的需求 在那搞什么点外卖的事情 你说老孙能不生气吗 所以我认为老鱼应该坦诚地告诉老孙 他对圆儿一点都没有兴趣 也应该在公共场合多表达出对老孙的偏爱 老孙的黑脸就是告诉老鱼你要多偏爱我一点 线下的话俩人如果没有圆儿的参与 可能矛盾会少很多 但如果他们长期的恋爱 乃至以后结婚他们就会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 如果老鱼在忽略老孙那么很有可能必 因为老孙是一个那么细腻周到的女生 而且她情感丰富浪漫又敏感更加渴望偏爱 老鱼还要加油啊 老孙别太委屈自己了 不行咱就换人吧 大概只有在感情里经历过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才懂老孙的不容易吧 圆儿既然经历过类似被劈腿的不安全感 就要几两避嫌才是善良之举啊 可见圆儿也不是善良的人分析完毕欢迎探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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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